警车已时速30公里 带领大约3000多台 滞留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小车辆 缓缓离开 大陆寒潮 暴雪 冰冻大风 四域紧齐发 夺地路面结冰 就连车祸也变多了 天寒地冻 车辆性能更难操控 尤其低温会让电池放电速率 加快 除电能力大幅降低 现在网路上不少大陆车主 除了抱怨电池续航力问题 更多人埋怨 公共充电桩电费开始悄悄涨价了 只是去年稍微有点优惠 今年好像优惠少了点 略微有点上升的感觉 充电桩公司刚开始低价抢市 随着营运压力升高 陆续取消优惠后 让新能源车车主荷包大缩水 根据粗估 即使专挑优惠时段充电 每个月照样会比以往 多出折合新台币 1700到2200的充电费 外加冬天 电池续航力容易衰减 养车压力越来越大 续航里程缩短 电池充电变慢 空调暖风系统耗电量多 也难怪车主们戏称 这波寒潮暴雪 是新能源车的一次大考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